很慢熟 然後很怕生 然後當今天大家 開始已經有熱絡的時候 我會有一點點壓力 因為我會很想要趕快融入 可是 我又有點不知道該怎麼做 與其說運動是挑戰 不如說團體生活是挑戰 全民心女隊友當眾羞辱沒教養 林玉書否認被排擠退賽道歉了 雖然我很想要留下來 可是賽季要走完了 然後我獎盃數也越來越接近 我不想要因為自己的自私 讓我這個沒有戰力的人 繼續留在這 所以就是我覺得先離開會比較好 郭哥我真的很抱歉 我們今天其實真的很想要拿一勝 送給他 對我今天情緒都比較大一點 林玉書因為絞傷關係 在13號播出的節目中 宣布推出全民心寺 當時隊友及領隊郭哥苦成一團 如今卻被爆料案情並不單純 知情人士指出 林玉書其實自節目七月開錄 就無法融入 甚至被女隊友排擠 簡直是全民心拱鬥劇 喂 我又自己來 還是要走 你不行嗎 我還是很爛 我也是要走 那不用擔心玉書後面又追回來 對 追回來 追回來了 可以 玉書 整個力量往妳要的位置走 整個力量 你贏了 好厲害 起左腳 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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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料者認為林玉書前期表現太亮眼 人氣相處容易昭黑 某次開會女隊友當場指著她說 玉書很沒教養 單單就為了她練習沒說早安 這個鼻子大的動機 來玉書坐著這樣 另一次是林玉書受傷 國歌要求她不要參加練習 女隊友就拿此在國歌旁邊咬耳朵 林玉書平常也都不參加練習 希望不要派林玉書上場比賽 因為腦震盪無法開車 林玉書請好友載她到練習地 女隊友卻私下跟好友說 你可以帶玉書回去了 玉書剛剛傳訊息跟我說 她想要回家睡覺 國歌也知道了 但事後好友才知道 林玉書根本沒傳過類似訊息 女隊友就像在趕她離開 報料者表示林玉書是這項融入團隊 在三位女隊友拍IG限動時 湊鏡說自己也想拍 她們卻裝沒聽到 沒有人要拍她 所以網友才以為她沒去練習啊 10月1號林玉書舉辦個人音樂會 雖然黃隊友送花助陣 卻沒有任何藝人到場 我想到來是跟男生比較嗜好 所以我其實 真的很不知道怎麼跟女生相處 我的朋友有95%都是男生 那是女友跟男生 男隊也是在出場 逸祥吧 因為我跟逸祥同一天生 然後我們也是同一個血腥 所以很多時候其實我不用跟她講話 我看到她的眼神我就知道她在想什麼 因為我跟肖太是上一檔戲友合作 所以我們本來就認識 再來就是彭尊 因為我們有共同的朋友 所以就我們就算聊得來 然後因為像欣宇跟靜欣是蠻要好的 那我就會覺得說那我如果去想要融入 是不是一種打擾 我真的就比較閉俗一點 我覺得我要好好調適我個人的心理狀態 對此爆料者心疼的說 林玉書被排擠的狀況非常明顯 但大部分人選擇漠視才讓情況變得難以收拾 林玉書在團體的處境難堪 最後以找雙圍由提前退出節目 這運動應該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情 那如果對她來講身體負擔這麼大的話 或許有一些時間去做一些調整 休息很多事情 我覺得就是我們大家都很關心 然後也希望你把它放養好 我們大家都愛你 就是希望你可以知道這一點 我覺得你讓你知道說 大家很愛你這是很重要的 對於週刊報導 林玉書經紀人 回應一切是子虛烏有 玉書是身體狀態不好 真的附和不了 才決定讓她退賽 林玉書事後也發文道歉 再次想先跟各位澄清 新聞內容並不屬實 練習參與的情形 也不如大家所想像的 有排擠的情況 練習沒有拍到我的畫面 也是剛好去洗手間 或有其他事情佔離 我也會盡快把所有大小傷養好 再回去看看風光的你們 我會好好的 你們也要好好的 謝謝大家 這幾個人的拍法 不夠的開始 然後也要回到